我出水蜜桃蛋仔 我出红散散蛋仔 嘿嘿这可是我的强项 我出我的老改犯蛋仔 我的蛋蛋可是最可爱的 我出冰淇淋蛋 你们的蛋仔一点都不个性 看我的外星人蛋仔 全部正确 消除成功 下一个糖三先出 既然大家都喜欢蛋仔派对 那我就出一个只有资深玩家才有的 我出灰太郎蛋仔 这个简单 我出满羊羊蛋 这一点都难不倒我 我出小黄鸡蛋 这怎么全是动物啊 既然这样 那我就出一个狗头蛋吧 我没什么出的了 那我就出一个这个吧 这是什么啊 我见都没见过 小五你肯定该被淘汰了 这是小白鸡蛋 我没有别的动物了 只能出这个了 全部正确 消除成功 下一个五六七先出 蛋仔派对大家都会玩 我得换一个游戏才行 有了 我出花小楼 那我就出透眉眉 我要出我最喜欢的皮肤 一次啦 那我出我最喜欢的咪咪 真是太简单了 我出卡卡 全部正确 消除成功 游戏继续 下一个赛罗 不行 不管是什么游戏 小伙伴们都会玩 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得想办法淘汰掉一个人 我出东 那我就出西 那我就出南 轮到我了 那我就出北 赛罗 你是不是就想淘汰我 嘿嘿 五六七你就放弃吧 东南西北都出完 我看你还能出什么 哼 别以为我没什么出的 我出中 五六七 你出个中 干嘛 因为中间也是方位呀 五六七出的没错啊 哇 五六七这么厉害的 全部正确 消除成功 下一个比比东先出 赛罗上一轮想淘汰五六七 这一轮我要想办法淘汰赛罗 我出春天 四个季节 我是第五个出牌的人 我得好好想想出什么呢 我可不能被淘汰 我出夏天 我出秋天 我出冬天 我 我还没有想到出什么呢 赛罗 让你上一轮出那么难的 这一轮我看你怎么办 春夏秋冬是季节 但是形容自己的还有 早春 种夏 深秋等等 我真是太聪明了 我出种夏 全部正确消除成功 下一个轮到小五先出了 那我就出个更难的 我出冰天 我出冰天 这个一看就是三个人玩的游戏 赛罗和比比东肯定要被淘汰了 我出前天 我出后天 大家都这么厉害的 前天后天都出了 我好像没什么可以出的了 难道我能出大前天大后天吗 我实在不知道出什么了 看来这次我要输了 小五 你怎么了 最近都不找我们玩了 是啊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去玩吧 竹青荣荣 你们给我出去 我不要你们来我家里 你们赶紧走 别看我家 我不想看到你们 小五 你这样小伙伴们不会喜欢你的 会给你打零分 罢小黑心的 我叫你们走 赶紧走 再不走 不要怪我对你们动手了 走呀 好了 你别生气 我们走马上走 荣荣竹青 小五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玩 不要再提小五了 我们讨厌他 他不该那样子对我们 我们之前那样好 其实你们误会小五了 上次跟比比东大战以后 小五受伤很严重 魂力也在慢慢减少 很快红色能量消失后 小五也会消失 小五你怎么了 发生这么大事情 为什么不和大家说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救你 没用的 这次受伤 使我的魂力越来越弱 红色能量也快耗尽 除非有小伙伴给我发十万颗小红星修复本体 否则我就会在斗罗大陆里消失 但是不可能的 现在小伙伴们都喜欢奥特曼了 没有人喜欢斗罗大陆 也没有小可爱 喜欢小五了 糟了 小五魂力要耗尽了 小伙伴们赶紧帮帮忙 用你的小手发送十万红色能量 救救小五吧 小五 小五 你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还敢伤害我的小五 我唐三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三哥快救我 是那个叫比比东的 妈妈真厉害 一两下子就能把那个臭小五干倒 糟了 有人来了 小五 你先躺好别动 我要躲起来观察 看看是谁在搞什么鬼 雪儿 你先这再看好他 他现在中了我的黑魔法 一时半会都不会醒过来 你就放心好好看着 我要变成小五的样子 去把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 全部都抓起来 好的妈妈 你放心去吧 这里就让我看着 别担心 雪儿 要记住 小五只要收到小伙伴们送的红色能量 他就会醒过来 你要小心看好了 千万不能让喜欢小五的小伙伴们 给他发送红色能量 好的 我知道怎么做了 小伙伴们 我警告你们 谁都不准发送红色能量给小五 更不许丢给我们害怕的狗头 不然我妈妈会永远让小五醒不过来 史莱克的所有人 等着我 我现在就来收拾你们 又是这个可恶的嗶嗶咚 看来不好好教训是不行了 小伙伴们 我要去收拾嗶嗶咚了 你们赶快救救小五 请发送多余的小红星能量 小五收到多多的小红星就能醒过来了 谢谢你们 小五的血已经被我吸完了 现在樱花小镇又多了一个吸血鬼 真是太棒了 你现在去找比比东 你是他的妹妹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他会不会救你 好的 吸血鬼大人 妈妈 小五姐姐答应我 今天晚上来我们家玩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呢 会不会遇到了危险 不会的小雪 樱花小镇现在很安全的 我们再等一下 大人不好了 门口来了一个女吸血鬼 你赶紧去看看 什么 吸血鬼 我们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妈妈 好像是小五姐姐 奇怪 小五妹妹怎么变成吸血鬼了 大牛 这到底是谁干的 比比东大人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小五大人变成吸血鬼了 岂有此理 现在小五妹妹变成了吸血鬼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们肯定是不喜欢小五妹妹了 妈妈 小五姐姐变成这样 你有办法救她吗 放心吧 小雪 妈妈只要吸收狗头能量 就能救小五妹妹了 妈妈 那你赶紧救小五姐姐 好的 开始救小五妹妹 比比东姐姐 谢谢你救了小五 好漂亮的水晶杯 什么玩意 一碰就碎 比比东 你怎么能乱碰别人的东西呢 你还把东西打碎了 你闭嘴 你不说 谁知道 比比东 你撒谎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而且我们小镇的正义勇士蓝色妖姬 最讨厌的就是撒谎的坏孩子了 臭臭的 我劝你少管闲事 你要是敢说出去 就让你尝尝我新学的黑暗魔法的例子 比比东别再执迷不误了 妖姬叔叔很好说话的 只要你承认错误 给他这些能量 第一切保证 下次不再撒谎 他就会原谅你的 如果不给他这些能量 妖姬大人肯定会惩罚你的 我是郑勇士蓝色妖姬 凡是给我送过爱心 交过狗头的 我蓝色妖姬都会保护你的 系统系统 帮我查查 最近谁又在说谎 而且还没有给我这些能量 好的妖姬大人 妖姬大人查到了 有一个叫比比东的 打破了一个水晶杯 而且还吓唬吓唬 好大的胆子 在我的地盘干了坏事 还说谎 无法无天了 我这就盘他去 比比东 水晶杯是你打碎的吧 你不知道 别人的东西 是不能乱碰吗 妖姬大人 什么水晶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比比东 还跟我装糊涂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 欣雅 在我的地盘上 干坏事还撒谎 你的胆子是越来越肥了 跟我走吧 不是 谢谢大家